之前啦 我剛出道之前有去義大利拍的一個巧克力廣告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到一個新的國家 然後又那麼遠會很興奮 然後錢包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呢 過了大概七年之後 那時候我已經出道了 然後呢 就有一次潘蘇達來說 欸 你是郭院福嗎 你有一個那個錢包 從國外寄到台灣來 我就去拿 拿的時候 我真的拿了就整個手品一刷 為什麼呢 你會覺得當時還有那個 那個書局成品的那個兌換券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看保的紀念卡 裡面的東西都在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你看我們每一次 隨手可能不見的東西 遺失的東西 其實我們之後再看 都會覺得它非常非常有故事性 對不對 看到它就好像見到一個老朋友的感覺 所以我把那個時候的感動跟那個時候的驚喜 也在這個設計的時候呢 就全部都放在裡面了 都把這個元素放在裡面了 欸 七年不見的包包還能夠載回來喔 哇 人間都有溫鏡啊 哇 我現在才知道 你是總經理啊 你不是老闆嗎 是 這個就是剛才我一直在說的那個 Benshan Girl 他就是我們品卓的負責人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 我說真的喔 我說 欸 彥姆你可以幫我設計嗎 幫我晃 我說晃到我OK 你要我幫你設計包包 我怕左右會 左右會不平衡啊 我怕拉鍊拉了之後 我會破掉 你用我設計嗎 這樣子 然後他說 只要你能夠想得出來 我都會盡量克服他 如果哪邊 哪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周全 製作上會有障礙的話呢 會有困難 他會馬上跟我講 我在做修正就好 所以呢 一個包款 我大概就畫了兩三個給他 你覺得哪一個可以用 哪一個可以用 你就用哪一個這樣 喔 真的 他就是給你一個畫布 讓你自由發揮就對了 真的很棒耶